那幾天有用搜尋引擎找到他 可是突然那個網站不見了 有沒有遇過這種情景? 第二種情景是以前可能比較久之前 有查過一個網站 結果哇糟糕 後來他怎麼不見了? 應該多多少少會有 因為網站升得很快 但是凋零得也很快 網站消失的速度其實也蠻壞的 那如果說萬一你這個網頁 你明明最近幾天就有看到 可是突然不見了 請問各位有沒有用過一個叫庫存頁面的功能? 像最近啊 像最近有一個比較紅的啊 在那個外勞事件啊 他們公司網站就很可能在近期內就下降 就突然就消失了 就是有一些負面消息 有些網站 有些公司的做法 就是那我先把網站關閉一段時間 等風頭過了我再上架 這樣別人就不會查到我們一些資料 那如果你是用這種方式的話 他突然下架 你當然點過去他們真正連結 那個網站就不見了 可是呢其實事實上還找不到 我們來看一下 來你看這邊 假設我們還是找周杰倫 你看這裡 平常各位有沒有用過這個地方 下面這裡 這裡 比較少對不對 你平常都是不是直接點了 點這個超連結直接過去了 都沒有在注意這個地方 事實上這裡可以點 這裡可以點哦 你看我們從這裡把它點開 有沒有發現有一個功能叫做夜庫存檔 就是這裡 因為收據引擎 它不是 你要找的時候 我才去找那個網站 它必須要先有機器人去怎麼樣 去爬嘛 去收集資料 所以它會把 它找到資料 就會放在這個庫存頁面裡面 所以假設如果今天我真的 這個網頁 點過去 點不到了 你可以按一下夜庫存檔 這個時候呢 你可以看到上面 它會告訴你 我是在 收據引擎 像這個來講 是2月27號 早上5點多 跑去人家家裡面做一做拿出來的 搜尋之後的結果 好 那它當然也會告訴你 這有可能怎麼樣 這個頁面不是最新的 可是呢 你透過這個頁面 請問他們家的網站有沒有看到 是不是就有某些頁面的內容 你就可以看到 所以如果說你剛剛 剛剛 沒有多久不見了 那你可以利用這個業庫主展的方式 就可以稍微找到舊的一些資料 那每一個網站 Google搜尋群 去的這個頻繁度不一樣 不一樣 通常比較大的網站 流量比較大的 它因為資料更新比較快 所以它比較快就會去 update 但是如果某些網站 也許好久才更新一次 它可能就久久來一次就好了 好 這是第一種 如果你比較近的 可以像這樣 那如果時間比較久遠了 有沒有地方可以找 有 你們有沒有去過博物館 金門也有一些博物館對不對 請問網站有沒有博物館 好 你知道網站今年 問事網頁這個技術 25現在問事幾年了嗎 25加1 跟各位年紀差不多對不對 長一點點而已 所以其實網頁 事實上真的沒多久 可是你有沒有想過 那 以前的網頁跑去哪裡 所以真的有一個基金會 專門在幫我們收集這些 數位的 不能說垃圾啊 叫數位的歷史 那它這個網址呢 你可以看一下 這個網站 它收集的不只是只有網站而已 還包括一些什麼 舊的影片 舊的文章 甚至 如果你以前小時候玩過那個 就是PS2啊 或者是 像那個 小精靈啊 有沒有 有些小遊戲啊 它上面都有 上面都有那種流存 你可以在線上直接打開來看 就可以玩了 所以 蠻特別的 那麼 我從這個地方點過去 你們 有沒有想過 金門大學 金門大學以前 網頁長什麼樣子 你知道嗎 蛤 你怎麼看過 來我給各位看一下 來我們先 我們要看之前 一定要先看今天 現在的嘛 對不對 來 你看一下 現在學校的網 網站 長得像這樣子 好 這個是現在的 我們來看一下 學校過去的長什麼樣子 你進到這網站之後 我就把網址貼進來就好了 好 他馬上就把你搜尋了 你看 他們家 從 2010年就開始幫我們 收集了 所以我們就回到 學校的2010年吧 我們來看看 到底學校2010年 這個時間點 網頁是長什麼樣子 你點了之後呢 你可以找找看 我們在他的日曆裡面 你如果有看到 有圓圈圈的 有不同 標示的 就是在他 這個點 他有幫我們記錄 他不是每天都幫我們記錄 所以你點進去 你就會看到 原來 好 這個 這個已經找不到了 這是比較舊的 好 再回頭 我們 那我不要看那麼早 我再後退一點點 2010 好 這一天的 看一下 這一天也是不行的 那我到2012好了 好 來看一下2012年的 也剛好都不行 剛剛那幾個沒有 我最後來試看金門縣政府 那一樣我把網址把它複製起來 把它貼上去 讓他去找一下 好 這邊就比較多 你看 金門縣政府 他從1998年就開始幫他做紀錄 好 進到這邊 看一下這裡 比較早之前的 金門縣政府 誰做什麼 欸 真的有了 你看 1998年 請問距離今年 沒有多久 快20年而已 以前的網站這樣就算不錯的 20年前就算不錯了 到現在 真的不一樣對不對 那有些 其實我之前有去一個學校才好笑 就是 他們舊的網站 上面有公告某位老師結婚訊息 結果去的那一現場 那個老師就在那裡 大家當場校班了 蛤 以前你能加結婚還有公告在學校網站上 好 所以 這樣有沒有比較 清楚大概 什麼意思了 所以 你如果要看網站的歷史 其實 線上資料庫已經有人幫你做了 當然我剛剛講過 他不只是這個網站 還有舊的影片 舊的音樂 甚至舊的文字 其實都有 其實都有 那你透過這個方式 等於說我們可以利用這個網站 他等於是一個基金會 他負責在收集這些所謂的人類的資訊 我覺得也蠻不容易的 因為這些真的要很大量的什麼 資料庫 資料庫 所以那儲存空間那些都是 很 需要很龐大的 OK 好 這個是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剛剛 跟各位提到的這個 如果萬一你的網頁找不到了 或者你想要找網頁上的歷史資料的話 你可以用這個